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火复苏 秋节快到了 又是一个可以合理吃烤肉的日子了 太快乐了吧 唉 你还敢吃啊 你看看你的肚子 唉 你看龙哥 他在输你啦 你不要在那边乱点啊 我跟你讲我可是瘦了好吗 你们都不知道我最近过了什么样的日子 这个女明星般的生活 还有旺旺的生活 真的不是人干的 真的是太辛苦了 好久没吃肉肉了 你们家烤肉帕有准备肉肉吗 当然当然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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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讲到烤肉就开始偷懒好不好啊 为了不要像你们一样变成大胖子 谁是大胖子 你人生攻击哦 你们就是大胖子 我可是很努力的挖到一颗化石哦 赶快来看看吧 我挖到的是PCB化石 记忆体大厂三星持续减产 下游客户回补库存之下 下一季D-RAM价格可望上涨 带动记忆体相关PCB族群可望止跌回稳 电影投控今天更是亮灯涨停哦 PCB下游应用在汽车AI伺服器持续强势 第四季 渴望在天记忆体复苏的生力军哦 有有有 我觉得你今天真是非常认真的在挖化石 人家说认真的女生最美丽 你真是好瘦又好症 等一下这种歌奖赏你一盒月饼 但是你知道吗 一颗月饼的热量高达790大卡哦 换算下来等于吃了2.8碗的白饭 要爬429层楼才有可能消化完耶 不要再讲了 我不要听 我也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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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现实吧 小差兵 肥胖就是我们月光小队的宿命 所以肥仔快乐水来吧 我们一起来干了 你看看他 他还不够清醒 所以现在换我来分享化石 你会变胖的 你会变胖的 没错 来帮你上一课 我挖到的是连接器化石 苹果最新手机iPhone15热卖 供应链也随之起舞 尤其今年iPhone15的接口 由Lightning转换为Tap C 各家连接器大厂 打吃苹果商机 不过呢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对 近期车用电子需求成长 连带着连接器也跟着受惠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一个不好就是你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一个不好就是你 顺带一提啊 如果你想要烤肉的话 百叶豆腐一份是361大卡 猪血糕是231大卡 甜不辣是170大卡 共闻是162大卡 这些我都很爱 等等 今天怎么变成营养特级的 我们不是来挖化石的吗 吃完才有体力挖的啦 没错没错 一年才一次的中秋节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嘛 而且我们不只要照顾投资人的荷包 也要顺便连健康一起照顾哦 好啦好啦 歪理都给你讲 健康的事我已经听烦了 接下来专业的分析 我们就交给队长龙哥吧 来吧 到底是理性会营 还是感性会营呢 赶紧来看看吧 那PCB这一趴呢 先前在古墓奇兵第49集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 那今天再帮大家追踪资金流向 那整个PCB族群呢 一开始是从 AI伺服器的铜箔基板 吸血楼的抬光电 还有6274的台药 这边率先发动 那资金歪页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跑到车用PCB了 比如说今天亮灯的3715的地影头控 或是看到2355的进棚 股价也是准备创新高 另外智慧型手机 2313的华通 也有看到有资金进场点火 所以整个PCB族群呢 中哥建议大家 你要好好去留意 资金流向的族群性行情 尤其是内置在买钞的相关个股 那连接器这一趴呢 先前古墓奇兵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介绍过 当时我们跟大家提到 欧盟呢 强制要求电子产品 使用Type-C充电 那这个题材呢 会使得资金呢 再次流入连接器相关个股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 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手机领主件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车用电子 其实呢不止PCB会受惠 连接器呢 也是一个受惠的族群 那现在重点就来了 你要去留意一下 连接器的相关个股 有没有领头羊开始冲出去 当领头羊冲出去之后 族群性行情就要展开了 这是大家要去留意的方向 唉 中秋节真的是一个可怕的节日啊 好啦没事啊 你只要提前知道哪些是地雷食物 其实还是可以安全的度过中秋哦 哦这就是跟股市一样嘛 我在节前先整理好手中的资金 避开危险的标的 选择健康 未来展望好的个股 其实这样也不用再怕 中秋廉价变盘啦 其实大盘上涨会有股票下跌 大盘下跌会有股票上涨 所以中秋节只要选对食物不爆唱的话 我们就可以健康过中秋 那么接下来就赶紧来看看 我挖到的化石吧 那我今天挖到的化石呢 是循环性产业的被动元件 那其实呢过去呢我跟大家聊到过 异后复苏年呢 请大家特别去留意一下 过去呢非常衰的产业 因为过去非常衰 他们激起呢很低 在去库存调整结束之后 会开始迎来复苏 那日前的国具法说会提到 被动元件呢会在Q4的库存调整结束 明年Q1重回正增长 再来国序的并购案 也会在年底完成 所以它的高毛利的测用 跟公控这一块营收占比呢 会提高到六成以上 那有助于改善整个获利结构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先请国木奇兵 我特别跟大家提醒 当国具呢占500块的时候 请特别留意 整个被动元件的至今外衣效应 Q4有作战行情 又是传统旺季 加上明年的总统大选 即使外资上周卖超台股 感觉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呢 而且我们还有最厉害的法宝还没端出来哦 来吧龙哥这一趴都交给你了 耶这一趴就交给我吧 Q4行情总格非常看好 外资不是重点 内资才是你要去留意的方向 所以量缩反弹大家都还在国旺 没有人相信反弹是真的 那我跟大家讲 这里就是你的好机会了 千万不要再等下去了 等下去等到最后 你可能会错过我的月光宝盒 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月光宝盒 主要是跟车用延接器有关 那先前我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这个Q4的选股方向 请大家往资金流露 高档敦化 有发债个股 那这档月光宝盒 符合了以上两点 而且这档个股 有一点非常特别是 过去的发债记录非常良好 你不要那么说 这个发债记录很良 是按时还款 No no no不是 是他每次发债 都会把股价给炒高 所以这档月光宝盒 请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队长的Telegram Fly17168 赶快加进去挖宝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鼓舞奇兵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sayonara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啊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的是地责方产业 并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感谢您好 敞加均 感谢您好 敞加均 感谢您好 慢点 转过 散 转过 散